欢迎大家今天参加职安局举办的第24届建造业安全大奖网上简介会。 在开始之前,有几件事项要提提大家的。 参加者需要用报名时所用的电子、电邮地址建立网上平台Zoom帐号, 并且用这个帐号登入网上广座连结。 在网上广座进行期间,请密使用任何方式录影、摄影及录音, 并且不得将有关内容复制或分发给其他人士。 今天我们邀请到职安局高级顾问许家有先生 和大家介绍第24届建造业安全大奖的长程。 如果在讲者分享期间有什么疑问, 都可以随时将问题输入到这个问题环节之后一起处理。 现在有请我们的高级顾问许家有先生和我们分享。 谢谢各位同业,你好,我叫Steve,职安局的同事。 欢迎大家,今天用小时间来参加这个简介会, 来到每年一次的一个很盛大的建造业安全大奖。 因为今年已经到了第24届, 也多谢各位同业支持我们这个奖项。 我今天会跟大家简介整个大奖的各个奖项, 他们有一些内容和评审的标准和新的奖项。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在这张照片看到了, 在右上边有一个网上报名和应该说的简介, 都可以在比赛详程中, 可以看一个QR Code可以下载来看。 我们建造业, 我们香港主要的其中一个经济体系是非常重要的, 有大型的项目, 比如之前的三跑, 跨弯大桥, 还有中九龙钢线, 还有体育园, 还有检约工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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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業界分享一些機構的良好的作業 借鑒在業界提升職安建的水平 建造業安全大獎 只不過是建造安全推廣活動中的其中一個重要的一環 我們還有不同的環節 我們的公關部會去不同的各階層建造業 都會推廣建造業的提升業內的安全文化 我們今年的主題有三個 第一個當然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高處及離地工作 我們也看過往上年一些嚴重的事故 都是涉及高處 從一些工作平台等等的高處流邊恐動 有機會跌下來造成嚴重的傷亡 其實也有一些不是很高的地方 可能有一些不合規格的設備就是離地的工作 而導致嚴重的傷亡 所以今天是我們重點的主題 另外就是吊運工作安全 對一些複雜的吊運工序 將會越來越多的一些重型預製件 例如一些組裝合成的預製件 會進行吊運工作 那些風氣我們需要不要忽視 也要制定一些安全措施 所以當我們今年的重點就是吊運工廠存 我們同時在職安局做了一個很詳細的 剖析香港建造業四大工商意外的研究報告 除了高處工作之外 其實原來畫到半島 同一的高度跌倒 體力處去操作 被移動物件或者遭移動物件碰撞 都是建造了一些主要的意外 所以我們會呼應 其實我們在地盤安全文化 都推廣提倡良好工作場所整理 所以今年當然我們的主題 也是良好工作場所整理 這三大主題就是希望我們在今年的同業界攜手 希望提升相關安全的標準和作業 好了 我們不只是安全 健康 福祉 安全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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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飲食 用電的安全 裝修維修工作安全 以及關外少數族裏公有的 有不同的推廣活動 都會在這裏進行 在今年來說 我們重點說到今屆的掌項裏別 我們有主要八個掌項裏別 第一個就是最佳施工方案 最佳調運工作 高處及離地工作 安全改善計劃 安全文化比賽問題 就是相關的掌項 在這個安全文化掌裏面 剛才都呼應我們的主題 我們都會特設一個5S工作場所 整理最佳實踐掌 這樣會將詳情再度為大家簡介 也有最佳積安健維修保養成建商 這些機構掌是表揚他們在相關的項目 是有卓越的表現 機構安全管理制度 施工方案做得好 其實都有賴前線的工友 是大家一起努力 所以他們的功勞是必不可忽視的 我們其實也有工人的掌 譬如職安健無犯高處工作技工 升降機自動梯技工 以及吊運工作團隊長 以下我們逐個掌項 大概講解他們 分享你們離家的報告時 希望都清楚 其實我們這個掌的內容什麼 評審的標準等等 第一個就是最佳施工方案 就是鼓勵和加許成建商 是透過一定的良好的施工方法 對一些高峰或者複雜的工序 是有一定的一個好的方案 提升相關的安全 一些高處的工作 或者用一些重型機械設備 一些複雜的拆射工序等等 有沒有一個良好的施工方法 透過一些Metford statement等等 然後制定安全的風險評估等等 去做好安全施工方法 這個施工方法 工種類別不限的 總之涉及一些高峰工序 或者特殊工序 都可以參加這個獎項 這個獎項預設金銀銅銅優議獎 剛才也說了一些評審標準 希望在報告中 大家有幾個重要元素 能夠演繹出來的 就是團隊的組成 例如你涉及一些高風險的工序 一些複雜的工序 少不免都應該有一些專業相關的 那方面的工程師 一些安全的從業員 專門的一些承建商等等 組成一個團隊 他們的能力是有competence 在那方面有專業的知識 他們可以制定良好的作業方法 具體的細節 他們有一個高標準的合約要求 裡面的施工程序 根據施工程序制定的風險評估 是怎麼做的 將制定安全措施 用一些有效的方法 可以簡易清楚 給前線移工 是明白 最早就是執行 你可以透過一些建築資訊模型 一些simulation animation 或者一些其他方案 令到員工容易明白執行這件事 當然也是 由於工地變化非常之大 這個施工方案 你會有一些定期的簡介會 或者施工方案的一些工具商座談會 或者一些simular等等 令員工容易清晰 一直去執行安全施工程序 當然那個成效相對重要 如何監察 整個施工方案 是根據風險評估落實的安全措施去做 固定檢討等等 達至一個有效的工作安全系統 不過來個例子 上年金獎來說 他們一個策寫的大鐵台工程 他們除了圖文並謀的施工方案之外 也有一個施工方案戰略室 每天都檢討 監察整個策寫的工序 另外一個得獎機構 我們都記得在一個工地裏面 他們很大型的 他們利用一個智慧工地系統的監控工作室 有些鷹雅設施 監控了整個過程 可以做一些創新持續的方法 有些智慧工地 物聯網 人工智能技術 提升整個工作的安全 最佳調運工作 安全改善計劃 鼓勵和表揚成建商 透過建立一個 全面的調運工作安全改善計劃 加強相關使用的起重機 起重裝置的安全措施 這個掌握亦是預設金銀銅和優異掌的 其實我們看回過報告 調運有不少意外成因 都是以下的幾點 譬如在調運區 沒有一個有效的調運區 避風了 調運的起重機械設備 太近一些的 邊緣位置 架設的時候 斜坡位置 沒有一個安全的距離 支撐不適當的架設 或者位置不是堅實平坦的位置 你做調運的時候是非常大的風險 另外相關的調運工序 沒有找到一些有能力 什麼有能力 就是有相關的知識程 足夠經營去做的時候 也有很大的風險 另外在調運過程中 除了剛才說的機會倒塌之外 我們有時候在工地都看到 可能一些負荷物 沒有有效的 叫做什麼 埋碼工序 一些鬆散物料 調運的時候 有機會掉下來 沒有一個好的安全措施 一個埋碼方法 等等 這些都是一些致命的意外成因 所以我們都希望在你們入圍的報告 可以羅列清楚以下一些內容 作為一個評審標準 就是你們的調運工序 組織和架構 相關的工序調運 你們的作業 可能是組裝合成組件 預製件 還有一些皮卡索等等 你們有沒有一個詳細的封評 你會用到一些起重機械 起重裝置 是一定要的 那方面的選擇 選擇保養設計的架設 譬如天秤的架設 重型機械 你帶死了的架設等等 用一些什麼Lifting Pin 你們有沒有考量過 怎樣使用 怎樣去保養 維持著他們的良好的作業方法 整個調運計劃怎樣做 有沒有一個調運計劃 標準化了整個不同的組件 調運的時候 圖文並沒有怎樣做埋碼工作等等 怎樣維封調運區 在報告中有沒有顯示一些照片給我們看 當然訓練非常重要 還有監督 譬如例子 現在已經有組裝合成的 預製件的調運 相關會不會也上了一些訓練 工程人員 譬如上了CIC 一些MIC的證書課程等等 提升他們的能力 當然也是創意 全面性 也會用一些AI 例如 你見到 好像在相關裡面 一個AI 智能的監察 看著埋碼方法 是否正確 我亦都記得 會不會有持續進步 會不會是 提升安全息之外 要提升效能調運 例如去年金獎來說 我記得它引入了一些遙控隧道 預製件起重夾 無需在高處高位的地方 進行埋碼工作 減少風險 亦多一些AI識別 調運危險區 禁止一些不適當人士進入等等 最佳高處及離地工作安全改善計劃 這包括兩件事 就是高處工作和離地工作 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希望鼓勵和加許承建商 在相關高處離地工作 有一個詳細的計劃 如何確保工人安全去進行這些工作 這個詳細是註設金銀銅和優議長 我們先看看 以往來說 不少高處工作的致命意外成因 都是和工地上 沒有提及標準和合乎法規的一些工作平台 可能是中高為難 踢腳板、欠奉 或者可能是怎樣 可能有 但可能因為在用的過程中 有些損壞 挑爬沒有做好 或者提供一些工作台 本身已經是可能 有提供的 合乎標準的 但可能已經損壞了 都繼續用 沒有正確的 正確使用一些工作平台 另外一些 去一些危險位置 或者高處位置 沒有一個安全的進出口 一些臨邊的孔洞 邊緣 沒有湖南 或者一些覆蓋物 另外就是 無可避免 有時候 都可能需要 就是可能 我們要架設個盤架 我們做一些事情 都沒有工作台 那我們要用 透過福音蘋果 我們需要做什麼 用一些個人防護裝備 但是可能工人 沒有適當去使用一些個人裝備 等等 或者用一些不合規的 標準的安全 個人防護裝備 等等 而導致意外發生 所以 我們希望在某個報告欄 你們提交 我們可以看到 相關你們 具體的方案 有一個改善的計劃 例如你們 也是一個組織架構 當然也可能有 一些不同的工程師 可能會設計一些 特別的設備 做工作工作 或者安全隨員 一些前線方面 或者承建商 大家組成一個 高處工作架構 他們制定相關的福音蘋果 以及簡選一些 他們認為這個工地 合適的一些 高處工作的設備 例如提供一些工作台 輕便工作台 如何監督提供這些設備 他們是落實去使用 提供一些雙層棚架的橋板 是足夠的 質素很好 有定期的保養 有檢查 臨邊的位置有 有護欄 不是被借渣板做護欄 一些圖規格 強度高的一些護欄 或者一些孔洞 有足夠的板 蓋住 清晰地告訴大家 這個孔洞 封了 當然訓練非常重要 工友本身有沒有正確 適當使用這些設備 例子就是 一個動力操作升降台 你可能用一些金屬瓶 流動通假 他們懂不懂用 可能用一些防墮設備 可能用一些平衡式導塑 或者一些陽眼圈 知不知道怎樣正確 用一些平衡導塑 怎樣在一個安全位置 用這些設備 達至一個連續牢固 那裡 也要看看成效 有沒有提供工人的意識 也有沒有用一些智慧工地 AI的方法等等 可以去良好監控工人 他們去一些高處工作 真的要用一些設備等等 我現在去年 有個金獎 他們在高處工作 他們都利用一些BIM的技術 製造一些可視化的模型 模擬高處工作 施工的工作程序 進行分析 透過這個分析 有一個很細節的方向評估 制定相關安全措施 亦都製作了一些 規範化的高處工作 標準化的圖杖搜索 去大家標準化整個工地 一些高處工作的設備等等 另外有一些得獎 上年他們 用很多大型金屬的棚架 去一些位置 他們都確保 除了檢查保養之外 監測著結構安全 可能有些 叫做Low Sell 有些什麼突然的 監測著一些不可檔的地方 可以監測著這個棚架的安全 那個機械的整體 安全文化比賽 我們安全文化獎 鼓勵和表揚成建商 他們透過一個商向的方法 就是我們管理層 你們管理層 成建商和工人互相的協作 去相互相成 提升安全文化 肩負一個安全責任 加強安全管理的制度 這個獎項亦是預設金銀銅銅優儀獎的 這個獎項裏面 有最佳安全文化地盤 相關其他獎項 你參加這個獎項 如果報告有兩點 是值得我們分享的話 我們會去到最佳評審 會自動去參加最佳安全文化項目 地盤總管 最佳安全文化活動小組 以及最佳安全分判商 留意參加這個組別的地盤項目 必須參加最佳安全文化地盤獎項 剛才我們講過 我們回應我們剛才的主題 我們最佳文化地盤 新增一個5MASI工作場所 最佳實踐獎 其實以往來說 安全文化獎的安全文化地盤 其中一個評審標準 都有講到做好工地整理 今次我們希望 希望承諾商有優勢的兩點 我們可以再去 把同業分享到借鑒 所以會有一個新設的獎項 我們首先講到第一個 就是最佳安全文化地盤獎 這個獎項的評審標準 就是說你的評審內容 我們要看到這些 就是相關的幾個重點項目 就是告知、回報、學習、 危害意識和計劃文化 當然創新和持續進步 其實告知文化就是 其實稍後講的文化 相關一路的獎項 都是圍繞著幾個重點項目 就是工作安全氣候指數調查 這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講那個機構 有沒有定期進行一些 安全氣候指數調查 就是我們職安局的7個指數 就是問一些工人 成建商的管理層 安全管理制度 在這7個指數 他們的看法是怎樣 然後可以讓管理層 去了解會不會持續進步 去優化自己的安全管理制度 我們亦都有一個 工作安全行為計劃 就是Web State Behaviour Program 講多一點這個計劃 就是說 因應你的工種 一些工為項目 你們策劃 計劃一個安全工作行為 就是一些危險行為 關鍵行為 這些做一個觀察 然後去分析工人 會不會在這方面 危險行為多了 會不會有一些介入 改善到達至一個安全的標準 另外就是 做完這些氣候指數調查 工作行為計劃的話 會不會跟工友有一個回應 比如知道結果 然後一路去強化安全管理制度 另外就是那個匯報文化 就是鼓勵工友 他們主動去匯報一些不安全潛在 不安全的行為 潛在的危害 的情況 或者一些險失的事故 去給高層管理層 他們可以做分析 然後 預知控制 預防意外發生 學習文化 定期進行一些溝通會 安全會、簡介會 邀請一些專業的承建商 特殊工序的承建商 去分享一些新的職安建知識 等工人提升這方面的知識 在地盤裏面一定有封面評估 除了封面評估 也會不會鼓勵到相關員工 大家積極參與 就是被盤有個安全施工程序 其中一個重要的元素 就是危害識別活動 怎樣可以有效進行這個方法 員工有沒有管理層提供資源 讓他們上這些課程 適合一些領導的方法 或者打理人 去鼓勵員工去推人危害識別活動 也推人當中的5S工作場所整理 當然關於文化很重要 管理層有沒有開放管理制度 鼓勵員工去參與 譬如一些安全巡查 風險評估等等 建立互信關係 表揚他們在這方面的成績 也可能地盤有些小數字 你有沒有提供支援 或者給一些小數字 參與一些安全的職責 提升他們的認同感等等 在這個獎項之下 就突設了一個5MAC的工作場所 最佳實踐獎 留意在這個表格中 我們也是極度鼓勵 希望他們也在地步安全文化參加這個獎項 你們會有5頁子的報告 關於講你的安全文化 我們可以在5頁子之外 再加多幾頁子 譬如5頁子 因為這也是一個獎項 講清楚地盤 分享一些重點 如何推人5MAC工作場所整理 我們透過兩方面 一個軟件方面 整理、存放、清潔 標準收入五大元素 你如何建立 譬如整理是甚麼 整理是有用和沒有用的東西 你要先把有用的東西 然後將有用的東西 你如何有效存放 比如先出先入 重的東西放在近腰位置 等等 清潔是日常的 安全施工程序也有清潔 不單止有打掃 各個相關的小組 刺繩建商的設備 譬如蜂梅巷等等 除了去清潔 還要確保是一個良好的工作狀態 安全狀態 當然有標準 將剛才整理、存放、清潔 你制定一個標準的作業 去推行整理、存放和清潔 如何做法 當然有收入 辭之二人去做 白智就是將工地的施工程序 井井有田去推行 所以物料存放得非常之好 規範作業的流程 減少工商 提高工作的效率 剛才說了 可能有甚麼例子 大家看看 有些政策 你除了有職安建的政策之外 可能有個5S的政策 甚至有個5S 我記得去年有個金獎 還是香港的建造業 他們有5S的政策之外 也有5S的計劃書 簡易的程序 規範工序 個人的裝備 或是不同的材料 有甚麼Stock Take 電子化 一些作業的流程 有施工方案 很清楚 是吧 當然 在現場看到 你這些工具 每日設備 可以給他一個名字 可以給他 傳貨 亦都容易去提取 等等 這些 右下角 通道 打掃乾淨 兩邊有扶手 有些Poster 提供5S 亦都會提供資源 給一些工人上去 譬如安全健康局的 5S工作場所 整理的工作坊 或者課程等等 都可以有這方面的知識 幫你們承建商 推行5S工作場所整理 另外 你們也可能 有額外的高標準 我們定期都會找外面外部 有些叫 5S的檢查等等 可以讓我們再分享 最佳安全文化項目 地盤總管 地盤有個安全文化 都要有一些重點 key person 他會是 領導 帶領地盤的工友 把安全施工程序 立在地盤營運 key person 經理西醫院等等 會積極參與 鼓勵員工 去推行剛才所說的計劃 最佳安全文化活動小組 這也是 你可能整個地盤裡 亦都有 Maincon 一定有 有不同的刺程建商 有紮鐵 有金屬棚架 竹棚架等等 封煤巷 一些工序等等 不同的小組 他們都會成立一些小組 去呼應整個 推動安全文化 他們都因應他們的工種 去插入他們每日 每週每月的安全施工程序 他們會做風險評估 他們會做危害識別活動 他們會推行剛才那些 相關的氣候指數調查 或者假設你看到這張照片 左手邊的金屬棚架 他們會否遭到棚架都有些風險 他們會進行危害識別動 才會做一些工序 找到一些關鍵行為 會做一些觀察 工作安全行為 去提升工人的安全 或者是一些關鍵行為 透過危險識別 這些都是重要的 譬如是 上棚架之前 可能要鎖錄等等 一些工序 制定一些指差枯清 確保做好做完做妥 融入在施工程序 提升工人的安全 減滅人為失誤 最佳安全文化分判商 明抗要推行安全文化 都一定需要次承建商的配合 大家相互相成 一起推廣才有用 看回這個次承建商 總承建商的安全文化 安全行程序 他們協助一起去推廣 去推行 相關和升海計劃 他們都獨立因應 他們個別分判商自己的工序 例如一些高危的項目 他們會制定工作安全行為計劃 危害識別活動 方便評估控制等等 監測整個制度是有效實施 也可能他們也有少數族裔的人 去做一些工程 他們有沒有提供合適的支援 訓練 關愛他們等等 我們剛才說 很多都是跟Newis有關的新工程 成建商他們的獎項 其實剛才他們說到 整個香港也有很多的優化工程要做 一些大樓要拆卸 之後重建了 也都用到上下要翻身等等 他們所有的最佳積光建 維修及保養成建商獎項 這個獎項就是 在維修、保養、加建、改建 包括機電工程 例如升降機、自動梯等等 他們這些公司在相關的發措上 他們有一個安全作用的標準 表揚他們 這個組別分為三個 第一個是最佳積安建維修及保養成建商 積安建維修及保養次成建商 以及最佳安建維修及保養中小型企業 預設金銀銅鐺優優獎及領設提名 他們機構掌 您要留意 參加組別的次成建商 是地盤成建商 參加最佳積安建維修保養成建商 提名次成建商 而中小企的工程所雇用數不能多過50人 最佳安建維修保障承建商 我們要看他們的範疇 他們如何發展、實施和建立一個有效的安全管理制度 對於相關高風險的工序 他們本身有沒有一個完善的計劃書 了解法規的要求 他們有沒有進行相關危害式的活動 例如物閉空間也要做維修保養 他們有沒有相關的細節的風險評估 現在除了勞工署有些新的資金 或許是局務署有些新的資金 他們是否熟悉相關工程要做的時候 而他們本身也會根據風險評估 制定安全措施 他們如何併立一個有效的監察系統 監察著工友、安全的施工等等 以及創新、持續改善的進步的內開 可以讓我們看到 例如我們看上景金獎 金獎的機電 我記得是 升降機的 他們也說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除了一些安全管理就一定有 風險評估 他們也有些創新的方法 因為他們的機房很熱 他們會有些智能手錶 監察著他們自己的健康情況 亦會做一些大陣上鎖 可能工人提到 用一些傳統的Lowtel牌 容易脫掉 還有一些電子Lowtel牌等等 高峰的工作 就是封評估 危害攝影響等等 另外我還記得 一個機電業的成建商 維修保護成建商 他們展示給他們看 除了安全管理制度 亦都獲取了45,001的認證 他們都在現場示範了 一些沙整位置 他們要量度氣的時候 他們會找一些機械狗 去做一些氣體測試 減卻人在裡面 做一些氣體測試的工作 在上面做 裡面做一些風險 都用一些機械設備去做一些事情 剛才說了機構獎 我們就說 表揚技工 工作前線工作人員 他們一些良好的作業表現 我們有模範的技工獎 第一個是職安建模範高處工作技工獎 這個例子 表揚在相關工作方面 公有在高處工作的良好的表現 譬如我們包括有棚架 竹棚架 金屬棚架 吊船 塔式工作平台 動力操作聲岸台等等 藉此加強高處工作 和使用相關防弱設備 公有的安全意識 這個項目組別分為 竹棚工 金屬棚工 吊船工 塔式工作平台工作 操作員 以及動力操作升降台的操作員 由其所送的公司 註冊公會 註冊商會 提名參選 那個組別 都分類 有金銀銅銅鎂優優獎 以及設現金獎 給得獎者 以下相關的 模範技工的情況 都是重覆的 不作表述 在這方面 但我都会说回他们相关的评审标准 职安建模范高处工作技工 我们会看报告里面 公有如何表达他对他相关工作法律上职安建的要求是否清晰 而公司也有高标准的作业要求 他们会不会是如何去做得到 例如高处工作 例如他们是彭工的 对于劳工处、建筑处、彭架的标准作业是如何 他们公司也有什么 permit to work的制度 如何去理行去做 例如用防夺设备 羊眼圈、救生性安全带 任常者可以用一些平衡度数 如何适当使用 如何可以扩保连续闻于牢固点等等 例如他们会不会有个 在报告里面看到他们的积极性 例如他们不单止自己做安全 他们会以身作质 鼓励其他工友做好安全 推动大家努力 给一些建议的老板 如何做安全等等 也会有一个持续的进步 可能自己一路进修 提升相关方面的一些知识 例如例如 刚才我说的一些 例如我们买广告 我们正在公联接 原空式棚架 个人防夺装备的 鞋园毛固装置 漂着毛固装置的 选择安全使用检查的课程 可能都会想增加那方面的知识 或者看不同的指引 例如劳工署最近 之前出了一些 加强而空式棚架的 钢存和通布时指引等等 对业界的一些 标准作业 法例、法规等指引 他都跟得很足 当然要表扬他们 参赛资格 竹棚架和金属棚架 都已经完成了建筑议会 或者职业训练局 相关的正式训练 或者通过类似竹棚架的训练 或者通过一些 相关的工艺测试 等的人测试 具备一年或以上的 相关的工作经验 或者建造业工人注册 管理局注册 还有平安卡 可以看着 精安检模范 高处工作技工 例如钓船工 塔式工作平台 精安检模范 动力操作升降動 都是可以看他们 有没有注册相关的 劳工处认可训练 或者製造相比训练 等得出现有关的 证明书等 还有建造业工人注册和平安卡等等 模范升降机入自动梯技工 这里表现和加许在相关工作方面有良好的安全表现 在升降机自动梯,比如安装、校正、修理和优化工程 他们有良好的作业标准和安全意识 分别有升降机的技工和自动梯技工 评审标准也是很相似的 在相关的行业,就是升降机和自动梯 他们对法规和法例是否熟悉和清楚 对于公司的一些高标准作业 他们是否理解能否执行得到 例如升降机自动梯,不只是劳工署有法例 机电工程署也有法例 也有CIC指引,比如进出机顶、井底 做一些自动梯机房、梯级工程的作业方式 他们的安全施工程署是否认识 可能公司有些高标准作业 例如做一些工程的时候 例如做一些保护装置的过路的时候 他们会有合资工程署去做 有些相关作业好的设备去过路的装置等等 他们也有积极性 以及他们如何推动职安建在业界上 以及持续的进步 升降机自动梯技工的参赛资格 他们要是升降机自动梯安全条例 例如第六一八 第八二条和第九十四条 那个注册是升降机功能或自动梯功能 以及建造业功能注册 注册成为自动梯或升降机的熟认技工 以及有平安卡 最后一个奖项就是职安建模范 调运工作团队 这个奖项就是表扬和加许 在相关调运工作里面 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协作 做好调运安全的 最多由五人组成的 包括起重机下的操作员 调缩工 信号员 调运督读员等等 藉此加强员工对调运工作安全 有这方面良好的表现 我们就希望加他们 评论他们 评论他们 评论他们对相关法例的认识 以及如何履行 譬如务公署的法例 起重机、起重装置的法例 或者公司的内部规条 他们如何清楚明白如何履行 可能公司很简单 333很基本 可能公司也有调运的时候 他们需要根据调运的 调运策券去做 如何实行得到 他们整个工作标准作业 对于整个现场调运的 去提升调运安全 对于相关法例的守质 调运的作业模式 是很了解的 亦有一个积极性 以及如何去鼓励同意 一起去积极参与一些不同的 可能他们增长指昇调运的 一些安全广座 或者一些新的设备 可能会和公司反映 大家互相沟通 去提升作业的标准 和持续进步 当然好像现在 亦都可能有一些 组装合成法 一些大雨制警的调运 他们同事本身 譬如建罪议会 有个MIC科文的证书课程 组装合成法 他们如果做些工序 有没有相关的员工 他们有上到等等 工人亦都有基本 银卡等等 起重机操作员 他们需要持有建造议会 或者劳工署 指明所颁发的 有效的起重机训练证书 吊梭工 就是A12 或者A12S 吊梭工和信号员安全训练 讯号员 或者建造业工地的调运操作 训练训练 调运督道员 就是接受相关调运督道的 Lifting Supervisor 的一些训练 例如建造与会的调运安全 调运督道员正式的安全训练课程 已经注册在建造工人注册局 以及有平安卡 这里再说一点 我们有加分项目 也鼓励成见商等等 他们的提案 都分享他们的一些亮点 当然大家都很希望 争取去到进一步评审 也鼓励大家做好安全健康 提升他们的话 会否在这些方面 也有做好一些事情 可以给他们加分 例如什么呢 我们的五大项目里 你见到剃号 即是在左手边 那边有参与一些相关的计划等等 你就可以加分 例如中小企 我们也鼓励中小企 如果他们的资源少 我们鼓励他们参加的话 如果中小企 他们参加项目 比方少过50人 中小企 我们会加分给他们 鼓励他们参加 如果他们已经参加我们的升级企业 装修维修 或者是密闭空间 工作安全认可计划的话 我们也会加分给他们 全部都会加分这五个奖项 以及护心 优先选用职安建升级企业 好心情健康工作间 精神健康职场的约章等等 我们除了安全之外 精神健康 除了安全之外 健康也很重要 我们这次也加入了新的加分项目 就是截止报名前12个月 如果曾经安排了10位以上工友 参加费尘埃尘着病补偿基金委员会主办的 医学监测计划的话 现在的报告里也看到 你有这方面的计划 安排的话 也会加分的 另外也参加了 你的参赛的地盘项目 他有一些减程的计划 用一些减程的计划 有些吸尘的计划等等 例如你参加了 这个地盘项目 或者你的承建商 参加了这个项目 一个叫做 废尘埃尘着补偿基金委员会主办的 中小型企业装修 及建造业减程工具之后 极限很长 等等 可以看回例子里面 都要做这些计划里面 相关减程的措施 如果我在这个部队里面 看得清楚的话 我也是会加分给你的 这个是新增的项目 另外当然 我们也是地盘 法例上都需要的 如果你们都报告 清楚列明 你们有做一些防蚊慢的措施等等 另外就是 这个也是新增的 因为 最近也发生了一些严重的事故 就是因为有些物料工具 高处掉下来 就突免一些公众人士 或者自己的工人 导致严重的伤亡以外 是我们值得关注的 所以他们这次也加签了 这个新增的掌项 就是你们在报告内面 有展示到一些合合标准的 一些挂性设备 例如我们的中小企的挂性资助计划 当然不是说工具 这些是物料 可能是狗比架等等 你都用一些标准的挂性 在施工情况之后 有适当使用 避免一些物料工具从高处到 你这个报告内容展示出来 我们都会加分给你的 以上这些全部都是五个大奖 都是全部都会加分 另外我们都鼓励中小企 我估计这个装修维修的承建商 他们做好安全 我们特别有两个加分给他们 第一个就是提供和使用一些 合乎规格的一些 离地工作的一些工作平台 例如梯台功夫椅 例如EN131-7 现在报告内容显示到的 我们都会加分给他们 另外就是 例如使用手工具电锯 以防触电的措施 就是一个流电断路器 即是用高标准的水器锯 包括室内用那一款 室外用那一款 室外用那一款 有10mA 超过会跳电 截电的工具 我们都会加分给那些 参考那些 装修维修保养承建商 好了 说到这里 我大概将那八个奖项 具体的内容 奖项 他们的评审标准 参赛资格 他们的资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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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一般的参赛资格 就是你们参加这个项目 建筑、装修、维修工地 一定在香港以内 当然 因为再进一步评审 就是去工地看的 如果参加最佳施工方案 调运工作安全改善计划 高处工作安全改善计划 安全文化比赛 或者相关的项目的话 你的参赛地盘或项目 建筑工程为期 最少要7个月 包括保养期 另外就是 也要在2023年2月至8月 期间有工程进行 因为我们的 实地评审 应该在6月那里举行 当然我们要看到实物 而最佳 职安建维修及保养 承建商学相关奖 就要在2023年 即今年的6月1日 至到7月1日期间 是评审工程进行 有工程进行 当然除非有特殊原因 那你就要书面陈述 要评审团去考虑 另外当然我们很注重 既然可以表扬 或者进行平审 应该在安全健康做得好的 在截止报名前 在10月1日期间 没有任何严重的意外 致命的意外 或者是劳公主 发出一些法定的通知书 譬如暂停 停工通知书等等 结果公布之前 如果有严重的 或者是致命意外 或者是劳公主 发出暂停工程 等等 这些参资资格 都是会被取消的 因为我们这个大奖 其实是以盘来做basis 所以是个别地盘看的 但是如果参资机构 在任何地盘或任何项目工程 都有发生的严重意外 而相关的严重意外 是导致影响公主的信心 或者观感的话 那评审团 主办机构都有权 不可以任何掌项 Discorify 另外就是 无范高处工作技工 升降机自动梯技工 钓运团队等等 技工在参采报名之前的 受要月内 没有因着一些严重 或者致命意外 而被检控 以及他所属的公司 或者是注册公会 注册商会提名 才可以 当然 入独团之后 到最后一部评审 都要得奖 当然是要 重点是跟我们分享 在业界 可以拿些资料 提升他们的安全健康 所以也都要 如果通过实地评审 入独团那些 必须要参加 第24届的建造业安全大奖 网上 分享会期颁奖典礼 跟我们业界 分享他们的 最佳实务的方法 都可以借镜 否则都会 有可能被取消 资料 我们看看重点 好吗 就是那个重要日期 大家麻烦和我记住 好吗 业界朋友 那就是我们 由今天 由即日起至到 由今日 即是说 B评讯完之后 就立刻去报名 到截止日期 就是4月25日 星期二 网上报名 在这个 萤幕上面 右上角的QR Code 可以拿到的 我们即将那些网上 我们即将那些网上 都会下载到的 报名表格 另外就是 我们会在 4月的下旬时间 至5月中旬时间 我们会选出入围的 名单 看回那些报告 又 去简算了入围的名单 然后就去到 6月5日至6月23日 大概这段时间 就做一个实地的评审 那有 我们多谢 我们多谢 不同的机构 他们合办机构 协办机构 有一个 代表团队 一起和我们做一个 评审 很有代表性的 那我们 亦都会在 6月26日至6月30日 左右 那我们就会有个 做完 纪念测试 就是紧接着 跟着就是那些 模范技工的 一些interview 和面试 好了 那做完所有的 評審之后 我们的評審 团队 他们就会去 去看 那些个别的 就是哪些 可以做到 金银同堂一月奖 那会在 今年的9月 应该就在9月 就有 举下个第24届 建造业安全大奖 分享会计颁奖典礼 好 那 希望大家 踊跃参加 那如果有些 什么问题 不清楚呢 那有时候 他们也会打给我的 或者打给 公关那边 那边 可能他们对 这些参资资格 他们不清楚 或者 对报告内容 他如何 重点 如何写 有些不太理解 的话 在技术方面 技术方面 可以打给我 如果要报名 可以打给 王家慧小姐 Karen 或者我 Steve 这个就是 我们的电邮地址 以及我们的 直接联络的电话 好了 那么 今天的简介会 就差不多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便发问 谢谢 多谢许先生的分享 接下来就是 观众提问环节 如果大家想问问题的话 欢迎输入你的问题 我们会帮你发问 大家可以踊跃发问 好 见到观众提问 想问问 有没有经验 可以分享 增加入围的机会 好 多谢这个提问 这个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其实是这样 你们都会 有很多的 提案给我们 那个内容 尽量都希望 做得很好 但很多时候 有些可能 只是交了一个 安全计计 或者只是交了一些 相片 或者有些 调转 又只是交了一些 文字的表达 又没有相片 那你很难给分 我们是希望 你们容易 好像我们这样 看着那个 评审俊质 那五页子的报告里面 文字方面 重点 你刚才我 我们说的那个 评审标准 你围绕着去写 那当然 你那五页子 不要多 那你 当然 你写多一点 是没有问题的 就不要只是交了一个 安全计计计计 可能只是一个 methods statement 等等 难在那里 中间 可能有一些重点 我们未必 给到分 重点还有什么呢 就是 你那五页子 六页子 是说 你那个proposal 刚才的评审标准 你那个相关 比如安全施工程序 钓运 高处工作 你是怎样做 有什么 亮点 当然 配合你 有没有一些相片 相片 很有系统 铺牌 让我们看到 你的工地 如何实施 这些相关 你参与的奖项 是怎样做法的 比如你 我说安全施工程序 你业主想 你有一个 专业团队 他们有什么 专业性 对于相关这个工作 有什么挑战 你们怎样制定 那个methods statement 然后就是 风险评估 中间又加入 什么良点 一些 创新的东西 去推行这个施工计划 那你也有些相片 给我们看看 你怎样做法 图文 甚至有些会怎样 亦都给我们一些 准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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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M 的制作 等等 都是一个 给我们 容易看到 另外来说 就是 刚才我说的 5S 如果你参加 地盆安全文化的话 我很希望 你参加 5S工作场所 整理实践像 5S 你的地盆文化 就是五页子 你可以再有五页子 就是说你的5S工作场所 整理 刚才说的 一些 證刷 你的训练 你的资源 你的资源 在相片 两边都可以给我们看看 那就丰富的内容 你有任何的视频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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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书 拿了等等 都可以用 训练 给我们的 有个系统 铺牌出来 比较容易 给予 那就 因为机会也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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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先生 见到另一位观众 想问一下 加分项目中提及的 挂绳设备规格 可以参考些什么呢? 好 好 可以看看职安局 中小企的资助计划 我们有一个工具挂绳的资助计划 里面有一个标准 就是美国的NSEA-121-2018的标准 但是这个标准就是说设计工具 刚才我们想扩阔一点 我们老板也想说 希望预防一些物料下动 不只是说工具 有些物料 狗被架 铁通等等 也会用一些相关有符合标准的 挂绳设备 安全感 在施工时 应用得到 所以标准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 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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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先生 另外有一位观众想问一下 如果想参加最佳施工方案 在施工方案里面 是否一定要是负荷物移动机械 或者高处工作这些工作才可以? 其他行不行? OK 多谢这个提问 其实有些人都会混乱 我高处工作 我只是参加最佳高处工作的改善计划 那不是属于施工方案 那未必一定是 如果你的高处工作 可能你想参加施工方案 因为你在整个工程里面 你不是高处工作 可能你整个环境要施工 你做一些硬件的设施 或者做一些特别的工序 你做到高处工作 你是想有一个 首先有一个 施工计划书 或者Metford Statement 这些是重点给我们看到的 然后根据这个Metford Statement 去制定风险评估 所以其实很多的复杂工序 都可以是施工方案 例如天秤的价格 例如一些钢架工程等等 例如一些大厦的拆卸 一些大型的设备拆卸 楼宇的拆卸 石棉拆卸等等 或者你做一些隧道工程 有些特别的施工方案 可能你要用一些TPM等等 用一些什么设备去做 最重要就是 很多时候你也有一个Metford Statement 都可以看到 以及怎样的圖文并茂 施工方案去做这些工序 可以参加 任何高峰的工序 会涉及你会有一个计划 一定的良好计划书 都可以参加这个施工方案 我顺底要提一提 你的计划书 即批评策给我们的时候 一定是一个soft copy 要是我们容易可以 可以整理你们的资料 去做一些presentation 给我们的评审团队 可以很清晰看到你们的 一些亮点 我们可以present 让他们考虑 你们能进入一个 进一步的评审 谢谢 好 多谢许先生 今天的网上讲座 就正式结束了 多谢你们的参与 44月25日就截止了 快点报名 下次再见 好 谢谢各位先生